在18世纪的法国,当时的女性是一种特殊商品,她们在经济上处于被动,就连在婚姻中也沦为男性的附属品。 父权制度的统治和伦理道德的双重压迫,使女性在话语权上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 欢迎来到小春电影,这一次分享的是《燃伤女子的肖像》,文字作者,淑草小枝。 主人公是一个叫玛丽安的年轻女画家,她独自来到法国西部的孤岛上,受父亲劳主顾的委托,玛丽安准备为贵族小姐埃罗伊斯围着乡亲用的肖像。 一路上的风吹雨淋让玛丽安又冷又饿,她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晚餐,一边打听着贵族小姐的情况。 女仆表示,埃罗伊斯的性格古怪,曾拒绝让画家看到自己的正脸,因此只留下了一副无脸之作。 到了第二天,贵妇人向玛丽安说出实情,女儿埃罗伊斯反对结婚,所以才拒绝别人为她画像。 贵妇人希望玛丽安假扮女伴,在女儿不知情的状况下悄悄作画,自信满满的玛丽安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接下来,玛丽安不知好画室的同时,也从女仆那里问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埃罗伊斯姐姐为了逃避这门侵蚀,半年前跳崖自尽,因此埃罗伊斯必须代替姐姐嫁给意大利贵族。 这样一来,既可以维护家族荣耀,也能遮掩家族丑闻。 于是玛丽安对未见灭的小姐产生了同情。 过了一天,玛丽安被要求陪埃罗伊斯外出散步,可对方把自己包裹在大衣里第二部剑,还朝着悬崖边一路狂奔。 玛丽安被吓得提心吊胆的时候,这位小姐才猛然回过头。 在灿烂的情况下,玛丽安发现埃罗伊斯有着一副绝世容颜,但也感受到她眼神中的冰冷与敌意。 因为无法告知真实身份,玛丽安只能通过近距离的观察,记住埃罗伊斯的五官和轮廓。 夜深时分,她凭记忆画下了埃罗伊斯手臂的姿态,以及想用各种脸部线条确定对方的特质。 然而这并非意识,由于没有真人模特,玛丽安在描绘光线的阴影部分感到十分困难。 通过几次接触,玛丽安不仅意识到埃罗伊斯的叛逆是因为没有朋友无法排遣内心忧愁, 还发现她聪明活泼,观察了敏锐的一面。 加上于是隔绝的环境让埃罗伊斯保留着单纯的性格,敢于直言自己的感受。 所以在玛丽安主动聊天的情况下,埃罗伊斯也渐渐敞开心扉,倾诉往事。 另一方面,埃罗伊斯缺乏社会历练,她不会游泳,从未远行,只听过修道院的亡文曲。 日子过得毫无乐趣可言,幸好玛丽安读懂了她渴望体验生活的心理, 于是玛丽安教她如何吸烟斗,鼓励她读书,和她分享其他音乐。 此后,埃罗伊斯对玛丽安的态度有了明显好转。 经过挑灯夜战,玛丽安轻松完成了画像。 事到如今,玛丽安便坦入了自己画家的身份,并承认是被她母亲雇佣而来。 结果,可想而知,被蒙在鼓里的埃罗伊斯恼羞成怒,她转身冲向大海, 仿佛要把对玛丽安的愤怒释放在波涛汹涌的海水中。 回到别墅,埃罗伊斯对那副精心准备的肖像大家嘲讽,批评她缺乏生命力。 她认为,绘画的精髓不该浮于表面,那种发自肺腑的一往情深,才能让肖像具备永恒的灵魂。 可这么一弄,玛丽安被直接气炸了,她气愤又羞愧地抹去了肖像面部, 贵妇看到后非常生气,准备让玛丽安走人,而埃罗伊斯却表示自己愿意做她的模特。 结果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的关系反而变得亲密, 埃罗伊斯不仅主动配合画的创作,又和玛丽安一起帮助怀孕的女仆,尝试各种堕胎的方法。 某日,玛丽安望着埃罗伊斯严肃的表情,担心对方被自己凝视而紧张, 索性就把观察到的细节说了出来,比如她心省不定时会双手紧握, 感到尴尬时会咬嘴唇等等。 而埃罗伊斯也识破了玛丽安的众多微表情, 比如,当她累去雌虫就会抚摸额头,内心不安时则会气喘。 其实这一幕才是恋人间最真挚的表白, 因为彼此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对方的密切关注, 两人对视凝望,一种阴阳的情愫由然而生。 晚饭后,大虎围在火炉旁阅读诗歌, 讲起了阿尔普斯到地府想把王妻带回人间的神话故事。 原著中,阿尔普斯回城途中偷看了妻子的容颜, 导致她的灵魂被永久困在阴间。 三个人顿时议论纷纷, 与不责怪阿尔普斯不遵守约定,让爱人无法重生。 马尼安表示,阿尔普斯只想把妻子留在永恒的回忆中, 而阿罗伊斯却大胆设想, 认为是妻子主动选择与丈夫告别。 在她的呼唤下,阿尔普斯才敢回头偷看。 期间,他们外出参加聚会, 围在篝火前聊天唱歌, 爱罗伊斯的脸庞被火光照应得红润夺目, 他与马尼安没有语言交流, 却用眼神传递着撩人的情话。 直到爱罗伊斯的裙子意外着火, 马尼安才敢忙上前来灭火, 虽然两个人的身份相差悬殊, 却抵挡不住熊熊燃烧的爱情之火。 隔日一早,在空无一人的海岛上, 马尼安解下了爱罗伊斯的面纱, 情不自禁地勇吻在一起。 于是心力相通的两个女人 大胆品尝了爱的经过。 怪就怪在, 两人日渐亲密的同时, 马尼安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有好几次她眼前浮出爱罗伊斯身穿洁白灰纱的模样。 很快, 第二张萧萧画完成了。 画中的爱罗伊斯眼神深情倔强, 自信成熟, 与第一幅的浮夸有着天壤之别。 爱罗伊斯被其中的用情置身所感动, 表示自己非常满意这一件作品。 而马尼安却僵躁不安, 因为画像一旦完成, 就等于把爱罗伊斯送到别人的怀中。 结果两人又大吵一架, 相互抱怨对方没有反抗命运, 守护爱情的勇气。 这时候, 马尼安意识到, 跟爱罗伊斯相处的时间所胜无几, 她拼命奔向海滩, 拥抱着注定要分离的爱人, 只希望永远留住这段刻骨铭心的恋情。 事后, 两人用最后的时间依偎在一起, 爱罗伊斯提出, 让马尼安的画像作为纪念。 于是马尼安翻开诗歌的第28页, 在空白处画出了自己赤身裸体的模样。 到了约定时间, 贵妇人对画作十分满意, 给了一笔丰厚的酬劳, 但这也就意味着, 爱罗伊斯和马尼安要正式分离。 就在马尼安走到门口之际, 突然听到爱罗伊斯在背后呼唤, 而当马尼安转过身后, 看到穿着白婚纱的爱罗伊斯, 如幽灵般消失在命运的尽头。 这正好对应了爱罗伊斯对阿尔普斯的解读, 他主动与爱人告别, 选择永远活在对方的记忆中。 时隔禁迁, 马尼安在一次画展上意外看到 爱罗伊斯身为人母的画像, 他的眼神还像从前一样倔强而骄傲, 只不过, 爱罗伊斯的右手拿着一本书, 手指翻开的一角写着第28页, 隐秘地表达出对马尼安的深爱。 在不久后的音乐会上, 马尼安看到了对面包厢中的爱罗伊斯, 此刻管弦乐队奏响旋律, 弓弦交错犹如暴风雷鸣, 令人荡气回肠。 而这正是马尼安第一次为爱罗伊斯弹奏过的乐曲。 在爱罗伊斯念念不忘的泪水中, 这场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情终于落幕。 许多年过后, 马尼安已经是一位知名画家, 专门教授肖像画的技法, 在她的创作中有一件特别的作品, 一位女子安静地站在草原上, 一幅一角在火中燃烧。 在场的学生只知道这幅画叫做燃烧女子的肖像, 却不知道背后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往事。 这部法国电影《如梦如幻》, 充满了油画般的文艺质感。 这既是导演瑟琳·贤玛的清新之作, 也是他对往昔恋人片中主演阿德莱·哈内尔的追忆和纪念。 可以说, 阿尔普斯回头看《妻子》的解读, 对应了马利安回头看《阿洛伊斯》的桥段。 假如, 阿尔普斯做出的是诗人作者的选择, 而马利安做出的就是导演本人的选择。